今年来,欧美国家十分推崇,向我国学习喝茶,因为多先研究证实,喝茶有意健康。 比如最新研究指出,每天喝三杯甘菊茶,利于改善血汗水平。 其实除了绿茶、红茶、花茶、我国传统医学,还讲究喝养生茶。 但是养生茶里很多成分还是属于中药的,所以也需要在喝之前先辨证。 避免喝错了伤身,今天列举一些出来给大家,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喜欢喝养生茶的朋友。 枸杞菊花茶功效,菊花好茶有散风惊热的功效。 上班族经常套菊花茶,有利于缓解长期面对电脑造成的眼睛疲劳,对于败过降落也有一定的效果。 枸杞尾干性瓶,具有独特的滋骨干肾,已经瞑目的效果。 禁忌,感冒发伤和旌旗时别喝,菊花虽然清热去火,可它新鲜苦寒。 其实吃人不可多喝,而枸杞,温热身体的效果相当强,因此感冒,发伤,腹泻,或者身体有炎症时千万不能吃枸杞。 此外,精气女性过多健脾枸杞,可能会增加月精量,而脾胃不好的人常吃枸杞,会导致消化不良。 玫瑰花茶功效,玫瑰方向形散,中医上调理功能较多。 可以行气活血,树干腺域,和血条筋,有消除疲劳,运和伤口,保护大脏未尝的功能。 长期领用应有助于促进清沉代谢和改善肤色,对皮肤具有非常好的碳氧化作用,是女性美容养颜的必备品之一。 禁忌,有些人在饮用玫瑰花茶后,会出现胃胀、腹肠的感觉,这是因为它们不适应玫瑰花茶的口感所致,而且玫瑰花有一定收敛作用。 所以便秘时就不宜再饮了,桂圆红枣茶功效,桂圆也被称之为龙眼肉,中医方面认为性温胃浓,服用之后具有养血安神,以及增强身体免疫力的作用。 血和气血不足的人群服用,两者同时服用,对于身体预处很大,不仅能够保健品位,同时也可以起到补血养血,还有安神醒目的作用,特别适合女性进行服用。 同时身体比较脱弱的人群服用之后,也能够调养身体,禁忌,体质燥热的人不宜过多食用,因为医生内热,养性来口干,上火,大便干燥等症状。 而红枣也不能多吃,因为不好消化,建议每天煎骨不要多于10颗红枣,金银花茶渐进,体味虚弱者不宜常用,不可以经常吃,因为会使体质变虚,只在体内有火,感冒得瘦的时候服用,不建议长期使用。 金银花性微寒凉,会影响疲惫的韵化,此味料一般在初天使用较为合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